今天给自己店的目标 不是很大 小目标 那一大篮 发现了我跟你说 这里就有了 这里 可惜啊 它已经盛开了 不过好香啊 被太阳晒的这个菌帽 都干枯了 这是 这一坡小一点 第二坡了 被太阳晒的晒干了 直接晒干了 你看 双胞胎 就两朵 回去咯 不找了 找到的都是 被太阳晒干了 找了也要不了 今天的小目标啊 完成的不是很理想 这个形状的集中菌 好看 漂亮 这一根 小小目标 很快就达成了 这里好多啊 这里 这里还有 下雨了 慢慢拔 这一烂了 那么多 哎呦 太多了 吃不完了 这走路走路都都都都踢到脚了 哎 装不下了 完蛋了 这个 小目标 都达到了 看一下这两朵 那一朵更大 那一朵都有 头都不知道 巨型 巨型 哇 哦 漂亮 这一烂是够多的 哎呀 走两步都发现了 太多太多了 第二烂开始了 要躲到这里面来 一样被我发现的 都是成片 成片的 哎呦 五点钟就出门了 又有一篮了 那里 还有一大片 这回是 真的达成小目标了 这个是 是不是集中菌了 这里有一大片 你看 好不好看 迷你先集中 好漂亮 OK 漂亮 哦 打包 又打包好了一半 哈哈哈 今天继续去 寻找集中菌去 因为就这几天了 不找的话 过几天了 都全部没有了 这几天能找多少 找多少 早就才把它保存起来 那些好的嫩的 就寄给小路来去 其他的那种大度 都可以 煮了 最后 保鲜 可以留到逢年过节 以后再吃 好 感谢大家收看啊 这几天 其实一直在找 金红菌 然后呢 下雨 没办法拍视频 很多时候 拍不了 搞得那个 手机都失灵了 这几天才弄好 谢谢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